在双城论坛开幕前 29号晚间 上海市市长龚正会见了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一行 双方先后发表致辞 互赠的礼物也别举深意 在会见中 上海市市长龚正表示 今年是时隔三年后 首次全面在线下举办双城论坛 蒋万安市长率团前来 是响应台北市民的期待 积极推动台北与上海 城市交流合作的务实之举 两岸的同胞同中同源 血浓于水 和平发展交流合作 实际上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 所以我们也相信 本次双城论坛的举办 必将为两地 我们优势互补 共赢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 我们也将积极推动 我们两地更广领域 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的交流合作 不断地增添了两地民众的情意和福祉 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则在致死时说道 上海是现代化很早的城市 上海的现代历程跟台北也很像 都经历过帝国主义的侵略 都有着为民族荣光而奋斗的展现 可见两岸 可见双城 台北和上海的关系 始终都与大时代紧密的关联 历史是延续的 现实是发展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两岸的互动 谈双城论坛 无非都是基于可以对话的历史条件 以及文化脉络 随后双方互赠礼物 公正制赠给蒋万安的礼品是 瓷器玉兰花开 平体上勾勒的是 上海浦江两岸建筑群和式花白玉兰 前者象征着历史和现代的融合 白玉兰则代表着上海对台北贵宾的欢迎 蒋万安制赠公正的礼品是 春池玻璃净平 平体以回收玻璃原料手工精致而成 兼具艺术与环保 也呼应了本届双城论坛 新趋势新发展的主题 会见结束后 公正等和蒋万安一行 来到上海会客厅露台 共同欣赏美丽的浦江夜景 并合影留念